欢迎来到就爱看影片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世界十大最美小镇 让我们看下去吧 第十名 布莱德小镇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旁布莱德湖畔 是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度假圣地 所有来过布莱德湖的人 都无法忘记这里美丽的景色 湖岛上有圣玛丽亚古教堂 湖岸峭壁上有布莱德城铺 登上城堡 碧绿的湖水 连绵的群山 美丽的小镇尽收眼底 站在城堡上俯瞰 湖中心的小岛像是镶嵌在布莱德湖上的一颗眼睛 犹如仙境一般 享有欧洲之眼的美誉 第九名 哈姆诺伊渔村 是莫斯克斯内斯岛上三个最美的小渔村之一 这里的生活就像与世隔绝的仙境一样 奇异突兀的山巒 幽兰射人心魄的海水 广阔无垠的旷野滩涂 童话般的小木屋 当你站在这里就会有一种恍如隔世般宁静穿越的感觉 一切都是那样虚幻飘渺 恍如隔世 美不胜收 第八名 哈尔斯塔特镇 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 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 也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 位于哈尔斯塔特湖湖畔 海拔高度511米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 和来自天堂的明信片 这里气候温暖 一年四季都是以旅游 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泊 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人间天堂 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兼助力的湖畔小镇 到处可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 遥望湖上泛起青烟 仿佛来到人间仙境 第七名 杨角村 位于荷兰西北方赏埃塞尔省的维登自然保护区内 冰河石七石 正好位在两个兵器带之间 所以地势比周边来得低 造成土壤平均且泥探沼泽遍布 除了芦苇与苔树植物外 其他植物不易生长 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梅 居民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梅块 外卖赚钱而不断开凿土地 形成一道道狭窄的沟渠 后来 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 将沟渠拓宽 而形成今日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 水面倒影着一幢幢绿色的小屋 被誉为绿色威尼斯 第六名 拜伯利镇 是英国科茨沃尔兹的一个小镇 坐落于科伦和山谷之间 甜美 自然 宁静 宛如油画一般的诗情画意 拥有一座辉煌的萨克逊时代的教堂和多处古迹 还有潺潺溪水 莹莹花草 高贵天鹅 这一切浑然交融 美德无以伦比 这里也是科茨沃尔德地区繁荣的羊毛叶的代表 更是英格兰古色古香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格的缩影 第五名 克鲁姆洛夫 南波西米亚的名人小镇 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几座城市之一 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小镇被宽阔蜿蜒的福尔塔瓦和环抱着 在河谷的对岸以城堡为中心 中世纪的城市一望无边 令人惊叹 蓝天的深沉与白云的轻柔使小镇如梦如幻 远方无边无际的绿地 眼前蜿蜒起伏的小河 以及与河畔连成一片的红屋顶的房屋 美得令人窒息 第四名波西塔诺位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阿玛尔非海岸沿岸的一个小镇 一座座小巧的白色房子从海边顺着悬崖而上层层叠叠延伸到山腰 或者可以说这些房屋从山腰如瀑布一样倾泻入地中海的怀抱之中 柠檬树 橄榄树 棕榈树点缀在房前屋后 或者应该说是座座小屋点缀在草木之间 树木房屋鼻子眼映 家之五颜六色的花朵在门口 在阳台绽放芳华 从从簇簇 灿烂的有些肆无忌惮 镇中没有街道 只有一级级的石头台阶蜿蜒曲折 在房屋 花朵 树木中穿行 夜幕下的小镇更是美丽 充满了神秘感 第三名 因特拉肯 欧洲瑞士的一个因欧洲几两少女风而闻名的小镇 位于图恩湖及布里恩祠湖之间 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空气清新 湖光山色 环境优美 是瑞士人心目中的避暑山庄 在这里既能泛舟湖上观光 也能乘高空缆车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峰 一缆少女风天然奇观的风采 也是欧洲著名的度假圣地 第二名 哥萨达罗尔村 位于丹麦法罗琴岛内的一个小村庄 坐落在悬崖边 周围环绕着法罗琴岛的山顶 因为地处偏远 这个村庄只有18个人口 村内的小溪直接落入大西洋 虽然村庄在独特的位置上可以俯瞰大海 但却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评选为50座世界最美岛屿之首 第一名 白川乡 一个静静隐藏在飞弹山间的日本村落 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 水田纵横 河川静流的小小山谷里 从远处高山遥望着静静河掌的小草房 仿佛梦境一般 河掌屋的屋顶像一个人摊开的手掌 形成一个坚固结实的三角形 这种独特的建筑群落实智慧和自然共生的典范 每到冬季 这里白雪矮矮 雪骨里亮起的点点光亮 恍如童话世界一般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订阅追踪开启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